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纳指跌0.17% 美元指数期货 美元指数继续下挫 跌破102关口 现货黄金再次刷新记录新高 到了每盎司2531.58美元 日内涨超过1% 高盛交易部门表示 动量交易员和企业回购的激增 有望在未来四周推动美国股市上涨 黑行的全球市场董事 总经理兼策略师卢布纳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股市痛苦的交易程度更高 保持看跌的门槛很高 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 美联储将在2024年剩余的三次会议中每次降低25个基点 这一预测将上个月有所增加 反映了对经济前景的重新评估 中东和平谈判的前景 渴望降低供应风险 而主要石油进口国 中国经济疲软 可能会抑制需求 国际油价下跌 从8月19日起 美国民主党全国代布大会 在芝加哥举行的为期四天四夜的会议 副总统贺锦丽将正式接受党内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贺锦丽竞选团队周一表示 他将推动将企业税率从目前的21%提高到28% 以兑现竞选承诺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18日表示 如果他赢得11月的美国大选 他会考虑让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担任内阁或顾问 并改口说他有权凭利率政策 但美联储不必照办 来看中国市场 根据中共央行周二发布的一份声明 8月份一年期五年期贷款基础利率均维持不变 考虑到中国近期经济数据平淡 该决定让部分投资人感到失望 根据中共海关2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 中国7月黄金进口量大幅下降24%至44.6吨 为近两年来的最低 发映出高价格和疲软经济的双重打击 已经影响到中国买家对黄金的购买欲 据中共官媒报道 中共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日宣布 将透过虚拟资产交易明确列为洗钱方式之一 从8月20日起正式实行 据彭博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中共正考虑允许地方政府利用发行专项债券筹集的资金购买存量房 目前这些债券只能用于资助基础设施和环境项目 彭博称 地方政府已经用掉今年人民币3.9兆元专项债券发行的额度一半以上 今年上半年 中国四大一线城市的社会消费增长面临压力 北京和上海社会消费品领售总额同比负增长 降幅分别为0.3%和2.3% 广州和深圳社领总额累计增速逐月下跌 同时 北京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同比位于中国的末位 随着中国经济疲弱 消费者的观念发生变化 人们从追求品牌效应和奢侈品 转向追求性价比和品质保证 今天 A股收跌近1% 深层指 创业板指 创超过7个月的新低 近4600股下跌 护身两市成交额为5578亿 较前一日缩量128亿 飓风投股郭一鸣认为 对于市场来说 银行股的上行即便是有维稳的目标 但也难以抵抗市场整体情绪和信心的低迷 对市场的支撑和提振作用或相对有限 价人民币收报7.1419对1美元 较昨天收市价跌36点 中间价则回升90点 至7.1325 市场预期 美国经济持续温和放缓 美联储很大机会开展渐息周期 美元指数近期反复回落 仍有待观察是否会跌至去年的低位 在看企业资讯之前 请您记得点赞 订阅和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特斯拉在今年8月21号到25号 举办的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 将推出擎天柱人形机器人 赛博越野旅行车 完全自动驾驶能力等产品与功能 此外 欧盟决定对中国产特斯拉电动汽车 关税降至9% AMD周一宣布将收购超大规模AI 和云存储服务商中天系统 AMD首席执行官苏兹峰表示 收购中天系统 标志着我们长期人工智慧战略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据知情人士透露 苹果公司今年将首次在印度生产 高端机型iPhone Pro和Pro Max 谷歌在周一发送给开发者的邮件中表示 由于安卓操作系统安全性和整体提升 和功能加固工作的进展 可供安全研究人员挖掘的漏洞数量减少 因此决定8月31号正式结束GPSRP计划 摩根士丹利股价下跌0.6% 此前报道称 摩根士丹利国际董事长布鲁默 周一早些时候乘坐的豪华游艇 在西西里海岸沉默 美国银行跌1% 巴菲特继续坚持美国银行 布克希尔哈萨维出售价值 5.507亿美元的美国银行股份 波音公司在777X喷气式可击的 首批测试飞行中发现 飞机结构上存在裂缝 这是该款已长时间延误的 飞机遭遇的最新挫折 盘前股价下跌超过1% 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 欧洲大陆寻求保障晶片供应 台积电在德国东部的第一家 欧洲工厂20号破土东宫 德国总理出席动土典礼 同日 欧盟委员会表示 已经批准德国为德勒斯登晶圆厂 提供50亿欧元的补贴 据报道 中国最大汽车经销商 广汇汽车爆雷 不仅拖欠工资 门市关闭 濒离下市 就连消费者都领不了在该公司旗下 4S店购买的汽车 因该公司为缓解资金压力 把汽车合格证和备用钥匙拿去抵押 变成贷款担保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美国之音报道 新生儿数量急剧减少 老化快速到来 和年轻劳动力日益紧张 正在对中国庞大的社保基金体系 构成严峻的挑战 中国社保基金 一名主要的负责官员 8月19日发文承认 这个高达2.88万亿元人民币的 社会保障基金行事危急 要使这项基金有效应对诸多的挑战 必须将其做强做大 该官员提出的办法是 加大对国内资本市场的投资 不过报道指出 用社保基金投资证券市场 并不是一个新的可行性高的想象 许多专家都不看好这个建议 甚至认为 这样做可能会对社会保障基金 造成更大的损失 加速其崩盘的到来 独立视频人蔡成坤认为 按照现行退休金收支比例 到了2035年 退休金势必没有办法延续下去 如果不采取办法 把退休金的窟窿堵住 80后将不会拿到退休金 据欧洲新闻台报道 由于中国自去年7月开始 实行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后 德国一些州 暂停了其制剑员前往中国制药公司的行程 这些州表示 无法再保证其制剑员在中国的安全 目前德国制药也因此发出了药品可能短缺的警告 德国联邦制药工业协会 在德国的医药报上发文表示 一些有效成分输 已经过期 或者是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过期 这将导致各种药品供应链的停滞 欧洲从中国进口大量活性药物成分和抗生素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供应商之一 据德国联邦制药工业协会称 在德国 几乎90%的抗生素都来自于中国 所有在中国生产的药品 都必须符合欧盟的质量控制标准 欧洲的检察员必须颁发证书 以确认生产过程符合欧盟的标准 德国联邦制药工业协会 已经呼吁德国政府确认中国的反间谍法 不会影响德国医药审计人员的工作 网传多条视频显示 8月19号晚 在四川成都 双流区西航港发制文化广场 有城管欧打摊贩 警察也到场抓人 长期关注中国集体维权事件的博主 昨天也在社交平台X上发出相关视频 并贴文说 8月19号 成都城管和警察欺压小贩 引发了上千市民的抗议 上千市民走上街头 声援被城管欺压的小贩 抗议警察和城管滥用职权 视频显示 在民众的抗议之下 警察释放了被抓的小贩 随后被释放的小贩跳上警车顶部 挥着戴手铐的手臂 号召大家团结 抗议城管的恶行 小贩的举动赢得了市民的欢呼 示威行动一直持续到夜里10点左右 直到警察将受伤的小贩送到医院救治 市民才逐渐地散去 随着地方政府减少干预 建筑商竞相收回资金 价格债正在中国新屋市场蔓延 据彭博20号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 北京郊区的一个中型住宅案件 5月突然降价18% 迫使临近的新建案纷纷效仿 其他消息人士表示 深圳市政府批准将一个社区大楼的房价 较一年前调降了29% 中职控股公司的数据显示 经过多年干预后 中国至少有10个城市政府松绑 或者是取消新屋房价的指引 虽然这些措施的大多是规模比较小的城市 但北京、深圳等一线大城的例子 表明大城市的官员 也开始根据具体情况放宽价格 彭博咨询分析师 宏·克里斯蒂表示 此去可能会导致大多数城市的房价 进一步的下跌 打击市场的信心 理由是 潜在买家会等待房价处理之后再进场 下面来看最后一条简讯 阿尔特曼的OpenEye正在创建一些 最终可能比人类还聪明的模型 它的世界币项目称 通过扫描、红膜来验证人类身份 以区分人类和机器人 并用它自己创造的加密货币作为酬劳 该项目是阿尔特曼庞大商业帝国中 显为人知的一部分 但它在对未来社会的愿景中扮演重要角色 旨在为全人类赋予独一无二的身份识别 但是世界币因其使命而受到了各国政府的攻击 该公司在香港遭到突查 在西班牙遭到封杀 在阿根廷被罚款 在肯尼亚受到刑事调查 一项裁决即将出炉 即决定该公司是否可以继续在欧盟地区运 十几个司法管辖区要么暂停了世界币的运营 要么对其数据处理方式展开了调查 他们关心的问题包括 在开满群岛注册的世界币基金会 如何处理用户数据 训练其算法 以及如何避免扫描儿童的眼球 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会员节目内容 不是投资建议 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